大家好 我是黃毅清 歡迎收看選戰密碼 接下來三分鐘 我帶您破解民調數字背後的秘密 重頭戲當然要看了 台北市長選戰第一場電視辯論 上禮拜五已經落幕 連哥兩個人交鋒火花不少 先帶您來回顧精彩片段 我想柯先生 您曾經說過您不是淺綠 而是墨綠 那您也曾經說過 當選市長的時候 就是釋放陳水扁最好的時機 那麼當然您現在又開始說了 要重開機reset 當然過去都不算 現在重新開始 但是我要跟您報告 山菜機 山菜機重新開機之後 還是山菜機 它不會變成一個iPhone 我說過我是墨綠 當時是為了向這個社會 證明你的槍傷是真的 我這樣講是為了台灣社會的和諧 可是你今天在講我是墨綠的時候 你是在撕裂這個社會 某的是你個人的政治第一 我看待陳水扁跟看待你一樣 你們都是我的病人 好 連勝文跟柯文哲交叉結問時 互不相讓表現也各有優缺 而現在在辯論之後 各個支持度如何 揽快來看 根據官網中時最新民調顯示 連勝文的支持度是比10月份低 只有30.2% 至於柯文哲拿下46.9% 贏過連勝文16.7個百分點 而大家要問 連勝文究竟是因此流失了誰的選票呢 泛藍選民難道真的都沒有歸隊嗎 我們就進一步來交叉 比對泛藍選民的支持度 我們也發現 連勝文一路從當時9月份的70.9% 掉到現在的6乘4 而這柯文哲呢 則是獲得了1乘8的泛藍選民的支持 這創下了兩個月來的新高 而當然這樣的結果也顯示 連勝文目前是選的相當的辛苦 而連勝文講的慷慨激揚 也難怪他會這麼說 因為進一步比對來看 從辯論之後各家的媒體民調結果 我們發現連勝文最多有輸到 柯文哲22% 少一點的也還有輸11% 而這些數字會說話 也證明了這場辯論 連勝文不但是沒有得分 甚至還有失分的危機 藍色支持者現在是遲遲的沒有歸隊 國民黨當然也看到了烈勢 包括老市長馬英九 10天內5度來幫連勝文站台 希望局勢能夠逆轉 而連勝文的爸爸連戰 還有老婆蔡依山 也頻頻現身來助選 選戰已經倒數三個禮拜 藍軍上下是總動員 而這場首都保衛戰 目前已經是進入了 一級解決狀態 以上是今天的選戰密碼 我是黃毅清 我們下回見